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你们好 今晚又是我们智库三人行的节目 今晚是第二年的第一晚 林秀荣先生有事不可以来主持这个节目 由我代表,希望大家捧场 今天我们有个新人来参加我们智库三人行 这位女士叫朱怡辉女士 我们以后都会叫她Fanny或Fanny朱 她是地产界的精英 还有很多时对社会、群体服务都很有心得 参加狮子会 还在吉屋月刊每个月都出版了一篇文章 很可能Fanny朱在你们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很陌生 我们现在欢迎Fanny参加我们智库三人行的行列 好,多谢你们 也都好多谢你给我的机会和观众见面 和和两位这么专业的人士来聊天 好,那我们今晚要讲的就是经济上面的问题 我希望能够用一个较宏观点的方法去提一提 所谓宏观点的意思就是 大家国际周边一切发生的事件都拿出来谈一谈 不只是单方面纯粹在美国上面发生的事 最近,据我所知道 日本发现了一件很大的事 日本为什么要提出来说呢 日本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 所有人都知道的,是不是? 所以是很重要的 它对这个银行旧时,好像我们的FDIC 是有一个无限的保障的,政府对这个银行存款 但是可惜最近他们的国会 就通过了一个法律,就说准备取替这件事 大家明白到为什么会有影响了 最重要是想一想 如果我们美国取替FDIC 我们会怎么想呢? 那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今天会怎么想 再其次,反过来说好像在中东那样 中东的战事频繁 亦都很大危机 我们的国务卿鲍威尔 用一个最大的努力 亦都无功而返 我们后门,南美洲有三个大国 不单止他们国大 经济质力都很大,很紧要 其中一个就叫做阿根廷 阿根廷乱到乱乱,大家都知道了 在四月中旬,还出现了一件事 就是连委内瑞拉都搞政变 这个政变呢 换完总统 总统落了台,又再上台 又军人又想执政 平民又想执政,又有劳工糾纷 这件事呢,亦都是有很大的麻烦 引优,为什么违内瑞拉那么重要呢 就是违内瑞拉 是全世界出口石油的第四位大国 在美国来说,违内瑞拉 是全世界供应石油给美国的第三大国 所以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能够围绕着这些话题 来谈一谈宏观的经济的情况 对美国的影响 跟我两位朋友一起谈一谈 陈律师,你做律师的 虽然你不是这一方面的财经的事 但是你经常去远东 和你的客人去辩护 你做的更之是商业上的事 究竟实在这次日本 搞说要取消存款保障 是什么事呢 或者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日本对存款保证 无限度保证取消了 这个与法律和国际经济都有关系 它由4月2002年开始 就从CD开始 然后2003年就带到所有的存款 它所保证 以前是无限度的保证 但是现在开始,由4月开始 只是保证一千万日元 即是等于七万多美金 是的,等于七万多美金 为什么这件事的影响这么大呢 你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从制度方面来看 一个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 制度呢 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终身聘用的制度 大家都知道 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是这样的 因为它无限度保证这个存款 就是日本政府 无限度支持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 亦可以无限度支持日本公司 所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它可以维持到一个终身聘用的 这样的意思就是 反过来说 因为日本十年来的经济低迷 政府开始 就对它本身的企业有问题了 有存疑了 那银行对 因为企业的影响 银行有很多呆债坏债了 政府现在开始对银行有存疑 然后取替这个保证吗 是的 可以这么说 是因为银行本身 要有一个问题在 它要开始对这个 就是这么久了 不过它始终要对这个银行的问题 有些反应 有些处理 所以现在政府就说 原则上日本政府就说 银行呢 我开始不是全部无限度保证你 只有一个限度 这个通知了之后 市民有什么 市民有什么反应 市民 由市民 公司 甚至乎城市方面 都可能会有很 就是有个很切身的问题 就是以前不需要知道银行 面间是比面间安全一些 所有所需要知道就是 面间服务好一些 但是 没有了这个保证之后 你就变了需要知道 日本的银行 到底面间的经济情况 比第二间是好一些 这种说法 其实对我们美国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Fanny 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我从一个普罗大众的市民 一听到这个消息 首先来说 在美国我们本身 也是有一个FDIC的制度 那会不会立即 又会跟着又减 或者收缩 对我们的存款 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看暂时 日本这个制度 其实是很受美国影响的 这是对一个银行的健全的一个 保障来的 亦都可以看到 日本离开了这个制度 它也是去到市场经济方面 所以制度方面 和它终身雇佣的制度 开始脱离了 社会上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你可以从这个城市方面 日本的城市有很多现金 以前放开银行不重要 现在放开银行 它开始有点担心 所以 那它担心会怎样做呢 如果它担心 好像日本那个市长就说了 它说 我都要选一个好的银行放去 我不可以说 以前的这个方法 大家就是 彼此关系 就是人事上关系 历史上关系 我放在一个银行 我都要选好的银行 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日本银行的资料 就不像美国那么容易公开 很多资料都找不到的 我听说最近 好像Fanny 你都听到的消息 他们日本人 开始转移钱 不靠在银行 就去做其他东西了 譬如买黄金 炒股票 甚至可以炒来美国的股票 因为美国的股票 是比较稳定的 你尋安全 这样的环境 会炒到过来美国 是不是 不单止是这样 以前 日本也是很多资金 在这里是投资失业的 因为它经济失眠之后 它也是投资了 但现在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会不会 在未来的将来 亦都我们会再见到 它有次重返 是将它的资金 是拨回来这一边 是又再投资在实业 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我们本身的 投资实业方面 就会将那个市大高 你意思是说 日本现在 这么多的问题 人们如果是投安全 不单止黄金 股票 连地产都会回头 炒一下我们美国的地产 反过来 可能会带动我们美国的地产好 但如果炒金 将金炒贵 未必是会对我们美国的经济好 炒股票也未必对我们美国的经济好 所以很坏的情况 未必是一定 可以概括来说 一定好 一定不好 希望大家观众 今天听到我们的谈论 就可以知道 周边的环境 对我们美国的影响 是可能好 可能不好 不能够只是 很刻意地 只是看我们美国本身的指数 而作投资的决定 因为我们进来的指数 有时候一日 这个指数升多少 我们的股市就升多少 这个指数跌多少 我们的股市又跌多少 整天都一个两个指数 就上上落落 甚至无论公司的赚钱 今天宣布这间公司有钱赚 我们的股市又升一点 但明天 第二间公司又没有钱赚 股市就跌下去了 这样 我们太狡猾眼光去看 是对我们做投资 是未必有好处的 所以 希望大家 能够做投资之前 用一个宏观点的态度去看一看的东西 好 今天是这样 下个星期六再见